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怎么想到这个话题 因为作为海外华人 我们肯定很关注祖国的奥运的金牌状况 然后正好上周奥运会也结束了 我们看到我们的金牌是全世界的第二名 对不对 然后作为我们中国人 我自己也感到特别骄傲 包括就我看到那些跳水的 对 跳水的 还有可能是我爱看的 比如跳水 游泳 乒乓球 还有其实我还看到了一个田径的 有两个是最感动我的 32岁的男的我比较移动 一个32岁的我看完以后 我真的热泪盈眶 我觉得说因为大家都是80后 然后可能他比我还小一些 他还能坚持在那上跑100米 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 因为大家知道 100米 不很容易 就是拿奖牌很不容易 对 真的 就是因为在我心里 那些黑人 就不是人类 你知道吗 就是天生的精英 应该是吧 对 他们就有天生的精英优势 然后而且我们作为中国人 他就是个子又不高 能有那么大的爆发力 我真的很骄傲 然后第二个是看到花眼游泳的 双人花眼游泳 我们的主题是青蛇 然后其中一个妈妈是退役了以后 又重回花眼游泳队 她现在是妈妈 也30多岁 捡了40斤 然后拿银牌 我也特别激动 然后通过这件事 我想到了一个话题是什么呢 我们要不要跟这奥运会去投资 我们为什么要跟这奥运会去投资呢 投资什么呢 投资当然是房地产 所以我们找了一些资料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过去的几季奥运会 从00年在悉尼的奥运会 一直到后面的北京的奥运 还有巴西奥运 现在东京的 希腊 东京的奥运 不论是哪一届奥运 奥运会的前期到它结束的这段时间里面 这个城市的房价它都是稳定上涨的 最多的就是北京了 北京它是一个个例 经济大环境也特别好 所以北京翻了7倍 对吧 这个比较离谱 大部分都是在60%的110%之间 没错 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了 2028年洛杉矶要再次举办奥运会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再投资一把房产 赚赚小钱呢 我是怎么想到的 那咱们北京奥运会08年开始 对吧 08年开始 那北京还有一件什么事 你知道吗 就是咱们全中国 还有一件事就是大基建 对不对 然后非常符合 就跟现在的这个情况很类似 美国现在的情况 又要举办奥运会了 又要有大基建了 那房地产市场会不会再有一波 大家还能赚一些钱呢 就是可预期到的 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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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这一期就跟大家说 那2028年就到了洛杉矶 到洛杉矶以后 我们作为洛杉矶的房产经济 那是不是该告诉大家一下说 那2028年都有哪些地方是跟奥运有关心相关的 哪些地方是奥运场馆 是的 是的 然后哪些地方可以 让那些运动员来看到这个地方的风貌 还有一些游客 没错 没错 他们就可以在这里投资 对 对 那2028年的奥运呢 他主要的主要场馆有22个 对 那么在洛杉矶Downtown附近有10个主要场馆 没错 没错 然后在Long Beach那边呢 有4个主要场馆 没错 还有在这个反正以洛杉矶为中心 上北 就是东南西北 都有很重要的场馆 所在的 那在Oranche County呢 他在这个Honda Center 没错 有这个场馆 没错 没错 在东北 西北边呢 San Fernando Valley 那边还有这个比较华人比较知名的 就是什么Kalabazas 其实不是华人啦 是 对对 华人比较喜欢 然后卖人社区 对吧 是比如说一些什么Saint-Indian啊 什么在那边都有退休的度假屋 对对对 然后从东边呢 一直到这个Riverside 再往东有一个叫Paris的城市 对对对 这些都有奥运场馆 没错 没错 主要的这个区域呢 还是在这个Downtown 它会把这个USC的这个很多的Building呢 作为很多的楼呢 作为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参赛人员的居住所在 没错 没错 你说起这个呢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您知道2028年 当然这属于谈资了啊 2028年的主题什么嘛 就是华人基的就是Future 就是未来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他们还有一个口号啊 翻译成中文 就是说 不要让奥运驾驭成事 要让奥运融入成事 这个很好 对 他其实他这个主旨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觉得呢 全世界各地很多国家 他在举办奥运会以后 他的场馆就浪费掉了 他没有运用到 但是28年呢 洛杉矶是怎么准备的呢 也包括其实像之前的洛杉矶奥运会 用于这些 就是奥运会过了 这些大学还是可以用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其实也是 怎么说很多奥运会不赚钱 但是很多奥运会赚钱 可能就在于这方面 对不对 我们知道东京这些奥运会 它其实没有赚钱 因为疫情嘛 因为这个疫情大量的游客呢 可能会去东京看 对吧 那么我们2028年可能这个疫情已经正常化了 所以说未来是可以预期的 我们拿之前的类比嘛 就是2028年呢 他的运动员大概有15000人 会在这个洛杉矶Downtown集中 对吧 那么同时呢 会至少吧 会带来100万或者150万左右的游客 没错 其中有一半是海外游客 没错 没错 那拿我的距离呢 我之前在美国 我是在纽约生活 对 对 我是有一些机会到这个San Diego生活了几年之后 我觉得南加州 他不论他气候啊 还是说这个人的这个nice程度啊 还是说他的发达的程度啊 都是一个特别吸引我的地方 没错 所以我觉得得搬到这里来了 那么同样 比如说这个2028年的时候 大量人会到这里来看到这里的情况 风土人情 对 它的气候 最吸引我的其实是它的气候 对 没错 它的舒适度是最高的 对 我去过的地方啊 所以到时候呢 一定会有大量的人到洛杉矶来买房子 对 所以言归正传呢 我们说到类比 就是来拿最近的东京奥运会来说吧 就是在我眼里呢 其实是有数据的 虽然说它是亏钱的 但是你没想过 在东京奥运会之前 日本的房子卖的有多好 对 房价上涨 对 我相信很多我们YouTube的朋友们也都知道说 周围一定有朋友去日本去投资房产 日本的房子卖的非常好 因为东京奥运会 然后大阪呢 是因为大阪的一个世博会 所以说 那它看着赔钱 其实真正赔和赚呢 房地产经济是可以平衡它的 那我们在讨论洛杉矶 洛杉矶其实我想跟大家 为什么我们之前说了那么永坠的前篇呢 是说 我们想让大家知道说 那这些场馆所在的地区 哪些现在被严重低估了 就跟股票一样 我觉得说 它哪些地区是被严重低估了的 然后反而您是有升值潜力的 它的目前这几个区 它房价最低的区域呢 其实是那个东边的Paris 对 目前有很多人关注的 没错 因为我们知道今年房价涨得比较凶了 越便宜的地方涨得越凶 其实Paris这里呢 还没有涨得那么凶 因为比这个 Riverside 或者说Chino 还是说Corona 不太知名 对 它都要更东边一些 对吧 地理上可能又是差一些些 但是呢 它的房价还没有开持 所以如果大家想投资呢 其实我在 我们跟着奥运来投资的话 第一个呢 我是比较推荐这个Paris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城镇呢 是一个非常有文化 古老积淀的一个城市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未来看奥运 那第三点呢 就是说 有很多位于Ontario的warehouse 已经搬过去了 我觉得说那基于几点 我觉得大家可以想去看一看投资 但是这个投资 如果您的投资在40万到60万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去看一下那个City的 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个City的地图标在这边 您可以看一看 那第二呢 我觉得是哪里呢 我觉得是Sundemans Sundemans也是很好的人是 对 Sundemans其实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因为Sundemans位于21057和10号的交界处 它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水上乐园 叫Ranger Water 然后呢 非常刺激 但这个不说了 这里呢 会举办野外自行车比赛 所以它这个就是它那个山丘啊 和那个湖啊 我自己特别喜欢 我就是打完疫苗 我疫苗在那打的嘛 我打完疫苗还带我爸妈呀 带我家人去那溜达溜达 真的环境非常好 那的一个house呢 100万出头 如果 而且还带井 而且还带井 对不对 我觉得说如果投资出租的话 都是比较不错的选择 那边唯一呢 就是它没有太新的房子 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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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三个地区呢 我想说呢 就是我们尔湾 那尔湾呢 大家知道尔湾现在为什么没有列入这个就是场馆之内呢 其实是有争议的 现在在讨论 因为尔湾大公园 大家知道有足球场 有沙滩排球 有网球 有篮球 但是呢 因为大公园呢 还没有建好 其实要看以后的进度 也许有可能有一些场馆是挪到尔湾的 那我不说尔湾 我们说那个安大汉 那离安大汉最近最好的城市就是尔湾 所以它会不会联动带尔湾呢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考虑考虑 就是OC这一块 尔湾往下都可以考虑 我觉得到时候人进来了 能看就看房子的人 他会每个区区了解 其实你这个城市越成熟越整齐 对 吸引力是越高的嘛 没错 没错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它 而然是很有竞争力的到时候 对 然后我要补充的呢 就是第四个地方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我看你跟我想的一样不一样 Downtown 它的 因为疫情呢 过去一年的疫情呢 导致很多的这个公寓楼啊 大幅下跌 目前它上涨呢 还没有涨的太厉害 其实现在抄底的好世界 我真的是觉得Downtown的这个公寓楼呢 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但是你要吃的可能要吃久一点嘛 对 但是未来是很预期的 没错 而且Downtown还有新的房子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之前买的那些还带景的 我觉得现在都可以买到 而且拿到很好的价格 还可以免物业费 然后其实你这个只猜到了我想的一半 你知道另一半是哪儿吗 是Long Beach 因为呢 其实Long Beach和Downtown呢 在我眼里它是平起平坐的 因为我觉得Long Beach比Downtown更低估了 然后先就是 因为很多人去到Long Beach觉得Long Beach是不是一个工业港 然后它有点乱 有点什么 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 因为我们做商业地产嘛 Long Beach呢 现在规划了一个非常大的commercial center 那commercial center 巨大 就是比那个洛杉矶Downtown的一个就是会议中心那块还要大的一个commercial center 像LA life一样 然后现在已经动工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因为Long Beach要有奥运会的一些场馆嘛 它也在改造 然后呢 第三呢 就是Long Beach也有些公寓 现在也是严重的就是跌 就是疫情的时候跌了很多 所以呢 我觉得Long Beach和洛杉矶Downtown的公寓和一些小的比较好的社区 我觉得您是可以严重的关注一下啊 如果你的预算在100万以上想买一个公寓的话 我觉得这两个地方不错 Downtown还有100万以下 是80万60万70万都有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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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种入门级的公寓呢 其实到时候是肯定能买上价 没错 没错 绝对是这样的 那您大家知道我们很少说绝对这个话 但是呢 借着奥运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大家抛出来 我觉得引发大家一个思考 如果你有任何诉求的都可以点击订阅关注联系我们 那最后呢 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如果您想要40万到80万投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地方 Paris 对 Paris不错的选择 如果您又想买带井的 您就是觉得可以接受这个二手房 100多万 Sun Demons 绝对是不二之选 如果您喜欢这个城市很有活力 有现代感 不是 不是 就是有活力 有现代感 我说的活力是就业的活力 然后呢 我觉得可以来而弯 对不对 然后还挨着海边 就更清新 然后如果您现在想抄底一个很好的公寓 我觉得Long Beach 然后 Downtown 是特别好的选择 对 我也是这个观点 对 所以我们希望这期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想跟我们分享奥运的事情 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对 留言给我们或者联系我们都好 没错 没错 那好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